原警鳴笛锁定前面银色乡行车 沿路追不敢松懈就怕会跟丢 眼前突然一片混乱发出巨大声响 对方竟然加速投意冲撞原警 害他整个人翻了一拳连人带车摔倒在地 换个角度看竟然是响行车从后方直接冲撞 差点就将原警撵了过去 原来今年9月一名黄姓原警在铜锣科学园区巡逻 发现竟然有一名男子在草丛堆里烧杂物 他想上前盘查对方看到原警走向自己 赶紧抛上车逃离现场还撞伤原警 黄姓原警当场被撞倒在地 造成手脚多处都有擦措伤 送往医院治疗后已经没有大碍 45岁的理性嫌犯前科累累 今年3月酒驾遭歹 7月又因为拉了一名少女上车 以妨害自由起诉 8月偷开别人的车 以窃盗罪嫌移送 早已是地方的头痛人物 有看到他是警察吗 纵火的理由是什么 最后原警以车追人 花两个月时间终于逮到他 才没让这夸张纵火犯继续逍遥法外 记者姚立强 徐玉杰新北市报道